另外在公称消息方面,南加州华人医师林电凯首创应用激光手术治愈老花眼以后成功,新颖的科学技术为老花眼患者带来了福音。 林电凯医师于1999年在南加州创办了IQ眼科镭射中心。 多年来,林医师运用最先进的设备成功地为超过4万多个远近视力患者进行镭射视力矫正手术。 但由于年龄增长引起了眼睛视力老花问题,却一直困扰着人类。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新型眼科医疗制裁诞生。 近期,林电凯医师又首创在南加州运用美国FDA审批通过的3D Camera激光手术,成功地治愈了人们的老花眼。 我们这个新的技术叫Camera Inlay,是一个黑黑的小圈,放在角膜上面这里,会让灯进来的灯都是很准确。 这个会让我们的病人看远,中纪里跟近的都是很清楚。 林医师还指出,世界上有近十多亿人口都患有老花眼,尤其人过40岁后,眼睛或多或少都会产生老花现象。 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,是否适合进行激光手术治愈老花眼,还要看具体的症状而定。 民众如有任何疑问,都可以与他们联络咨询。 凤凰卫视王福明,六三七报道。